然後當然在這個時間點 今天傍晚的最新消息 韓國瑜跟這個孫小雅 AIT的孫小雅在剛剛四點鐘見面了 那江啟臣也在 先給媒體拍完照之後就是閉門談 當然這個孫小雅昨天也是在大概傍晚的時候 這個臺志願做綜藝節目訪問她 猝不及防問了一個問題 我們台灣跟美國是盟友嗎 當然這孫小雅的直覺反應就是NO 當然後面她又圓回來了 但這個直覺反應就是什麼 心底的真實話 大家覺得真的是有點傷情感 在這個大過年的感覺上就是一刀切 所以你怎麼看呢 怎麼看這一連串的緊張 包括這個是有意的嗎 他真的只是測空污嗎 好 這是韓國瑜在這個國會的外交首秀 注意他是在立法院見了這個孫小雅 所以是孫小雅來看他 江啟臣也在旁邊 那過年給了他一個春聯叫農耀集慶 當然非常重要的時候 下週三2月21號美國這個眾院的這個 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 蓋阿格要來對不對 他來的時候大家就會很專心 因為他要跟賴清德見面 要跟韓國瑜見面 特別是賴清德會怎麼跟他說 這點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個美中臺這個三地真的是很忙很忙 然後當然氣氛不太好 這個介大使您怎麼看待這一連串的事件 我想這個應該就是一種工作性的敗會啦 就是說孫小雅過去去看這個韓國瑜 因為事實上過去八年那個立法院是民進黨的立法局 所以他事實上並沒有這個監督制衡的能力 他也沒有獨立行使職權的這個事實 那麼行政部門要怎麼做他就配合 對不對 行政部門說我現在這個國防預算調到6000億 那個立法院也就是像橡皮圖章蓋了一張章 那現在不一樣啦 現在的立法院是由這個反對黨在實行監督制衡的 所以這個6000億將來 你說6000億的軍事預算要在立法院審核的時候 那就不是那麼輕易可以過關了 那這裡面就有美國的國家利益在裡面 美國塞了一大堆武器要你買 那立法院這個所謂的反對黨的 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的這個議員 行使監督看緊人民荷包的職權的時候說 我不同意 那那個孫小雅他就要負責先要 他要就跟國會議員要溝通了 很多外交官都做這種事 我們以前在美國也做這種事 就是說有關台灣的預算 我們同仁也要去負責遊說 去跟那些反對的議員提供他資料 希望進行遊說 所以我想孫小雅他從工作角度上 他必須要跟這個新的立法院長 一個真正有監督制衡能力的立法院的龍頭 先打好關係 先建立好工作的關係 另外也試探一下他對於這個將來 與美國利益相關的立法院的立法 跟監督審核的部分 他一個基本態度是什麼 他們這次閉門會談 你就會觸及一些敏感話題嗎 應該還不會 因為我覺得的話 這個去立法院大概就是 應該就是 談立法方面的事情 其他如果有這些要談的話 他還有其他的管道 美國這個在台協會 他們這些美國國務院官員 是常時期跟我們的政界的人物 高層的頭面人物 都是有定期的聯繫管道的 有聯絡的窗口 有必要是有見本人 那基本上就是溝通 對一些相關美國的事情的 這個看法 也希望這些能夠配合 因為現在的韓國瑜是長有實權 以前的那個游錫坤 他基本上就是幫蔡英文跑跑腿而已 提皮包 他敢跟蔡英文說不嗎 他就是一個橡皮圖章 現在這個立法院可是有實權的 那麼他卡住預算的話 可能美國認為 譬如說 你比如說要買這個波音飛機 買個幾十架 那立法院如果反對黨有同意 不同意的話 那就叫交通部去查 因為交通部事實上是華航的老闆 對 所以這些部分的話就變成 就美國的這個政府 派在台灣這個代表來講 他有必要要跟我們的立法部門 的負責人 要建立一個好的工作關係 對 當然這個韓國瑜 他也談笑風生了 所以今天大家看起來 氣氛是相當的不錯 那你覺得呢就這麼巧 2月14號發生翻船時間 2月15號 NASA飛機到台灣來 這好幾個地方還觸地重飛 還這個高度很近的這個飛 你覺得這是空氣偵測嗎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在測試 而且在轉移過去美台關係 美中台關係三邊的那個紅線的 那個劃定點 不斷地在 這叫什麼呢 這個叫Push the envelope 就是說它在試探你的紅線 改變紅線 那過去美國的這些公務的這些 飛行器也好 航空器 還有就是說船艦 基本上跟台灣是保持距離的 公務的機量就沒有接觸 那NASA是美國的國家 這個等於說公務的飛機 那當然它不是很明確的就是說 是軍事用途的 它可以說它是民事用途的 可是它是美國的公務飛機 那它就在台灣的機場 事實上的話它就給你來這樣子 我也沒有降落 就是它全購 基本上這個是很明顯的 就是一種試探性 可是呢就是打擦邊球 那麼就變成就是說 一步一步的把那個紅線 畫得很清楚 那比如說前一陣子 又傳出來說 美國的軍事顧問已經進駐到 金門馬祖 那這個都是在試探 都是創造一個新的既有的一個 一個就是說新的事實 那這個新的事實來測試 你中國大陸怎麼反應 對就不斷不斷的在 這種是一種蠶食法 就像蠶吃商業一樣 一小口一小口 慢慢的時間累積的話 就踏出了很大的一步 這些我想都是 就是有官方屬性 有軍事 軍事意涵的 這一些美國對台灣的 這一些試探性 這就作為是越來越明顯 那這個也在考驗中國大陸的 它的回應 那如果大陸回應的話 很強烈的話 那可能就停止暫時 那你沒有回應的話 就可能就將來就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是目前我覺得 美國在台海 它的一個一種改變的作為 那剛剛講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金門的這一次 這個執行公務造成大陸的漁民死亡 這案件 大陸我看了一個報導一個標題 在網站上說 他說為什麼美軍 十天前美軍正式進駐金門馬祖 才十天就發生這樣的事 那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把這個事情敏感性就講出來了 所以事實上的話我覺得 現在兩岸的關係 還有美國中國大陸關係 我覺得是外遲內張 其實現在內部發生了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在一個很緊張的狀態下 那今天這個就發生漁民這個死亡事件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敏感的事情 非常非常敏感 你說它可以小也可以小 可以大 也大到很多 不過我是對於蔡英文政府的處理 我是認為是非常不明智的 因為人命關天 你基本上要把這個程序要調查得很清楚 你這個透明化要做到 我覺得一個是這個方法 一個是速度嘛 也不能拖太久 對 它現在說得多 說得多 證據拿得少 對 而且這裡面它已經有先界定 其實這個事情發生在中午一點半左右 下午一點半左右 其實還是光天化日之下 那我覺得在執行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的物證跟人證 應該要拿出來 好好讓大家來檢驗 你現在這個船也現在在這個海巡署的手裡 你也拖回了金門嘛 那船也在那裡對不對 那你看有沒有碰撞的痕跡啊 然後呢現在還有人的這個曲貢 他說曲貢因為香音很重 我不太了解 你覺得呢 怎麼會這麼嚴重 這個都不難 對啊 不是啊 金門是不有雷達 軌跡圖 就知道那條船怎麼跑的 對 我是覺得這個要基本上 甚至我覺得應該化為機為轉機 樹立一個兩岸在處理這一類海事糾紛的時候的一個SOP SOP我是覺得這個調查過程中也應該允許中國大陸方面派員 一起來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覺得做任何要負責任態度就是誤網誤眾 你也不能一開始說我的這個海巡署一定會 那你也不能說他一定都做錯了 這個部分你就要拿出市政 那這個地方有人陣嘛對不對 有我們海巡署的 就是這個在船上的這些不管船長還有船員 那也有現在還有兩個生還的兩個大陸的漁民嘛 那還有就是說那有個死亡的漁民你可以去 當然要法醫要驗食啊 因為這個訊息掌握在我方的手裡 他的訊息就非常少 等到這個大陸家屬來跟他們的親人見面之後 應該很多的訊息就會出來 那時候大概就是不可控嘛 我是覺得這個太慢了 這就是應該第一時間就要快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如果不處理的話 接下來就是等到特別是等到他們回到大陸之後 很多我們沒有曝光的訊息可能都會出來 就變中國大陸看 中國大陸政府要怎麼運用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過去兩年多 蔡英文第二任兩岸關係 你看看出大陸在有一個模式 應對各種這種狀況有個模式就是說 你台灣做一件事情發生一件事情 大陸就借利使利 收回一些過去的一些成立 就像裴洛西事件 就把那些成立就把它收走了 或者他就把他的這個執行的 就是說他的權力 公權力的執行的範圍 把它再往上提升擴充 那這件事如果說 蔡英文政府他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那中國大陸不滿意 那很可能中國大陸也是單方的行動 那就跟裴洛西來了以後 看起來結果中線沒有 對 就跟亮哥講的 他開始呼籲等等變成了一個新常態 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不斷的再給大陸理由 讓大陸這個一步一步的往前 你說大陸能做什麼 我跟你講有一件事實 大陸過去五年內 在去年的八月份 當方紀念大陸對金門供水 五年 你知道提供了金門多少淡水 5883萬噸的淡水 所以過去五年 金門從大陸那邊 直接從大陸接淡水過來使用 因為金門是缺水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金門是比較 尤其到了冬天不下雨的時候 它是缺水的 所以淡水的問題 那是跟大陸有合作的 那光這一點的話 那大陸就手上有籌碼 所以我就覺得 兩岸的事情 基本上還是秉持一個誠意 一個誠意 然後呢怎麼樣透明 然後有善意的方式來解決 這個事情我相信大陸不會去 處罰金門吧對不對 因為它還是我們看到 還是台灣民進黨政府的一些 造成的 可是受害很可能會是金門 受害的 因為事實上禁止限制海域 是國防部公布的 那當初默契就是畫多邊形嘛 就是多邊形 那是金門馬祖 那個東引外島都是比照這個標準 那台灣跟澎湖是畫三角形 所以這個是國防部畫的 其實這些線 比如最近前兩個月大陸的 我們也談過就是說 大陸的軍機進入到我們的 所謂的飛航情報區 我們這邊就喊話 怎麼樣請你進入到我方的領空 那大陸飛行員就很講說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哪有什麼你的飛航情報 我根本不承認 對 就是怕他富裕船 就到處亂開了啦 以前他的公務船是不會進來的 對 他警戒還是很明顯 對啊 然後美國軍 美國這個公務軍也來了 其實這個事情是做個對比啦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事實上是這樣 因為他是從菲律賓往韓國開 然後經過台灣嘛 我相信以前早就有了 所以他的新聞點不在於這件事 而是在於他為什麼要跟你講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子曉得詳細胞